如果说,东亚国家在类型电影工业成熟度上,可媲美好莱坞的,除了近几年格外亮眼的印度,制造出荣罗普山形等爆款的韩国,更不容小觑,去年延没韩国本土上映的与身同行,在奇幻类型题材领域,再度成为现象级爆款。 观影原刺突破千万,是奇跃居韩国枪防营市第二,仅次于明凉海战,今年暑期八月,套片拍摄的第二部《与身同行2》变强势归来,上映十四天,再次突破千万原刺,创造了韩令史上,第一个首部和虚极宣破千万的记录,《与身同行2》英语原《Along with the Gods》,The Last, 49队导演编剧,金荣华主演,和郑宇朱志学马东西,《金香气力》正在类型,动作奇幻上映的预期,2018年8月1日,韩国影片根据漫画改编,韩国实力导演金荣华操刀,第三,四部已经排上日程,无疑,头两部的成功,使得系列得以开展,更为好序地狱与正,的建构创造条件。 在分析续集之前,有必要回忆一下前作,一前作奇观设定在《与神同行》,最语罚中,重点聚焦地狱宇宙奇观的设定,开篇以消防员金字红,车态显示,在地狱接受重重审判,现实与地狱经历两条叙事线齐头并进,一方面层层剥离金字红在现实的人生悲苦,另一层面则在审判中呈现杀人欲,懒惰欲, 欺骗欲,不义欲,背叛欲,奉利欲,天伦欲等宏大地狱世界奇观,东方式的佛道学家之观,是定结合西方好兰物视觉特效,剧情上表达的是普世的,母子情深的亲情假之观。 而形式上降速由轮回重生的地狱奇观以红大视觉呈现功人猎奇,形式与内容的配合是影片成功的基底,二十集多线并进前作的奇观展示打下了监视的观众基础,在诗作中,金子红之地,金修红,金东去世,因不满人此化作厉鬼,在地狱也要经历同样审判,不过有别于首部地狱审判的重复展现。 在本片中,金绣红之音,让位于地狱使者三人的前世金生恩怨,与神同行二的副标题,音语源,透露出本片将聚焦是世上的前因后果。 因此,除了开头使者江林和郑宇氏,与金绣红共同历经的深海恶语,荒土暴龙的营造,影片的整体节奏主要偏向深耕剧情,不同于前作喜愿的直显剧情。 在本片中存在三条叙事线索,与前作遥遥呼应的江林老海中反复出现了影像记忆。 即使这江林,借月曼周之虚是,和德纯金香启事,翻舍间的前世因缘,是影片的主要叙事线索。 另外两条支线则是金绣红之审判和杨坚承造神,骂东西是,守护的许春三爷尊两人,两条支线其实都是辅助主线,慢慢揭开他们之间的爱恨优格。 在风格上,趋吉也收敛前作的山情悲戚,更多表现,出喜剧的基调,承造神和金绣红的人物湖现助力于此。 价值观设定方面,除了第一部强力的亲情表达,世纪在父子情,兄弟情等更深层的情感羁绊上这幕较多,三地月系列宇宙与神通行2的豆瓣得分7.5,较之前作的7.7,略有下降,这部无格剧作的冗长有关。 地月世界观的新奇不再之后,影片只能在故事性上增加看点,当关于使者三人之间的纠缠,回信内容太频繁,反而消解了现行的剧情逻辑,真相大白之后,借月麦比德春毫无波澜的情感起伏,解作了原本的情感张力。 要忏悔与救赎的母亲失去信任感,从红大世界观的设定走向家庭、论女志的速规,明显感觉到影片的格局在减小,片中关于金秀红的审判,儼然转换成对人性之恶的控诉。 不管是前作还是续集,影片的内核始终聚焦,在情感价值观的阐释,而通过电影看到的,以情动人而不是以法制人,更像是脱离现实的乌托邦。 两部影片在同一主题上的重复套路,说明在类型挖掘上的无力感,对于已经派上日程的第三部,第四部来说,其观感和共情点都已经建立,如何在故事呈现上撬出类型框架,而做出动身入和新奇的尝试,是系列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。 如果一再重复奇观展示和情感内核表达,显然只会让系列走向疲乏,而对于与神同行宇宙的形成与建构,怕也只是夸夸其谈,微博,at滕景,树冠影团2011公号,滕景树冠影团点击下图,查看网线热文,近在滕景树冠影团2011。 今日话题你会去看吗?文艺联盟我们终将改变潮水的方向转发或者点赞,都是最好的支持。点击阅读原文,进入电影专属小店。